刚刚他这边注意到 刚刚讲出 这边取消 第一个取消前文贴起 指定行与字员的隔线设定 那这边注意到 他这边是设定方框内 有文字的段落 不含文字方块 好像据为22 所以我刚刚做法 我们第一个做法是什么 档案 版面设定 在文件隔线这边 我选没有隔线 选没有隔线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取消隔线设定 然后第二个进来以后 是方框内的 要方框内的 把它框起来 格式段落 固定行高 22 22 然后确定 然后下面这三个方块 不要去动他 只要再动下面这边 一样 格式段落 固定行高 自己打 22 也可以 确定 好 这样就OK了 OK了